这是1986年中越老山战役的真实影像 也是我军史上首次进行直播战斗 那当时越南为何如此胆大 不死不休纠缠中国呢 老山海拔1200米左右 在中越之间的边境线上 它拥有极佳的战略位置 向北可以威胁到中国25公里纵深的土地 而向南则可以封锁越南27公里的地区 向东或向西 还能把控住中越之间的各个交通要道 而事实上 老山地区原本不是中越之间的边境线 在古代的时候 中国的国力十分强盛 所以周边的国家都是中国的附属国 其中便包括越南 所以中越之间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边境线划分 直到近代 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 开始争夺边境线 并将老山一带作为他们的根据点 在此地盘踞多年 还凭借老山一手南宫的地理优势 修建了很多的防御攻势 不仅如此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阻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越军还在老山的周围 布了一圈又一圈的地雷 而由于当时的排雷技术还不够先进 解放军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排雷 有很多的战士都牺牲在了这座山上 其实 一开始中国并不太在意越南割据老山的这一举动 可是后来越南得寸进尺 不断地通过老山这条防御线 对中国的边境发起偷袭 这才让中国忍无可忍发起了对越反击战 1979年3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将越南的亮山拿下 本可以直接进攻越南首都河内的 但中国当时只是想给越南一点颜色看看 况且兵家常说穷寇莫追 所以很快解放军就撤军回国了 可厚颜无耻的越南不以为然 他们以为中国是怕跟他们进一步较量 再加上有苏联这个老大哥在背后出谋划策 越南更加嚣张跋扈 从1979年3月到1984年短短5年的时间 就向中国方面发射了4万多发炮弹 摧毁良田3万多亩 不仅导致50多所学校的学生都不能正常上课 还造成了200多名中国人阵亡 简直是欺人太甚 于是忍无可忍的中国发起了老山收复战 各大军区轮流在这个南肯的骨头上跟越军作战 而老山战役虽然从1984年打到1993年 但也是中国扬名立万的一场战役 打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986年 轮到兰州军区到老山作战 当时兰州军区派出的是他们最优秀的139416团的特攻五连 这个连队在之前的抗美援朝表现就十分突出 多次将美国的王牌部队打败 所以才授予了他们特攻五连的荣誉称号 而特攻五连参战的目标就是要拿下老山东南方 1000米处的968高地 此处与我军控制的1043高地在同一山梁之上 地势险要 最宽的地方也只有8米 两侧都是笔直陡峭的斜坡 要想在这里排兵布阵 几乎不可能 只能硬拼 而本次兰州军区将拔除968高地的作战任务 叫做蓝箭壁行动 全程直播战斗过程 当时为了掩护特攻五连的进攻 解放军派出了6个炮兵联合300门火炮支持 对越南在968高地上的200多个点位进行扫射攻击 由于解放军是在凌晨4点 趁着夜色的掩护 悄无声息地潜入高地附近 所以越军一开始并未察觉 突如其来的火炮攻击 这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很快 968高地的第一道防御点604高地 被特攻五连的第一支突击队占领 而603高地还在持续作战之中 第一支突击队将兵力分了一部分支援第二支突击队 第四支突击队占领 这是1986年中越老山战役的真实影像 当时在炮兵的掩护下 特攻五连继续向603高地挺进 那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播战斗 能否顺利完成拿下最终目标968高地的任务呢 之前能够顺利地拿下604高地 是靠解放军的突袭 但经过一番战斗后 越军也慢慢修整过来 开始了反击 于是越军凭借之前修建好的堡垒和猫尔洞 不断地向解放军扔下手榴弹 让特攻五连第二突击队的战士们挺进速度大大减慢 但是战士们并没有因此而泄气 反而是越战越勇 当时有一位战士腿部不幸重担 旁边的同志想帮他简单地包扎一下 都被他言辞拒绝了 他说 不要管我 攻打敌人最重要 就这样 他拖着受伤的腿部仍然艰难的前行与对面的敌人血拼 最终突击队凭借自身过硬的本领 还是拿下了603高地 两支突击队在半山腰会合后 开始猛攻最终目标968高地 而越军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眼看603和604两个防御点都被攻破 968高地必须死守 他们也开始了疯狂的阻击 能用上的火力都给用上了 也不管3721的什么作战计划了 只要手上有子弹就开始乱扫射 当时第一突击队的队长马全兵被炮弹击中 半张脸都受伤了 随行的同志为他简单地包扎好伤口 让他先行回避到山下救治 他死活不肯 这时候的他连话都说不出来 完全是靠手势在指挥队友作战 而英雄顾金海则在战友的掩护下 多次躲过越军火力绕到前行 最后冲到了越军掩护的猫尔洞中 投掷了两枚手榴弹 将其炸毁 其余队员也趁着这大好的时机往前冲锋 最终在高地上与越军正面作战 取得了拔除968高地的胜利 但顾金海由于被炮弹击中脑袋 多次昏迷 同志们想让他先行下山进行抢救 他都不肯 非要让其他受伤的同志先离开 最后顾金海由于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死亡 在顾金海恍惚之间 他仿佛回到了五天前 特攻五连出发前 在司令员的领导下对着党旗 对着国旗宣誓 为了人民 不怕牺牲 勇往直前 奋勇杀敌 我们要战胜一切困难 压倒一切敌人 之后 由首长授予携有功无不克的红旗 亲手交到了特攻五连的连长手上 希望他们能将这面象征胜利的旗帜 插在968高地之上 当时 兰州军区首长还亲自为同志们 倒上了茅台酒 为汤渐行 顾金海还记得大家那几天 在营地里再歌再舞 就像是要赶赴一场盛宴一样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而在临行之前 顾金海给家里寄了一封家书 信中写道 哥哥嫂嫂 这次出征可能会是永别 如果我真的不能回家 请你们一定要替我尽孝 照顾好爸妈 我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也热爱给了我一切荣耀的党 请你们用我的抚恤金 帮我交购五年的党费 将我的骨灰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让我继续热爱他们 最后顾金海看见那面 写着公无不克的红旗 插在了968高地之上 他才安心地闭上眼睛 好好地休息 但他再也没有 睁开过那双黑亮亮的毛子 后来 正面象征着胜利的红旗 也被收藏于军事博物馆之中 这是1986年中越老山战役中 我军全歼越军的绝密影像 也是我军史上首次进行直播战斗 而当时拔除968高地 是第一次拔除高地的作战计划 那这对于集团军作战 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呢 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是在旱季作战 对老山这个当面之敌进行打击 将这些外来的侵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 而首战目标是拔除968高地 初中便是慎重出战 首战必胜 从1984年 解放军收复了老山主峰之后 越军仍是贼心不改 在老山的其他地区 一直跟解放军打游击战 对解放军的一线阵队进行偷袭 炮击 这对解放军构成了一大威胁 所以必须给敌人来个痛击 而老山地区是典型的卡斯克地貌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熔岩地质 并不利于作战 只有968高地是土山 大规模作战会更加顺利 再加上968高地跟其他高地不同之处 便是这里难攻也难守 对于越军而言能够守住968高地 就能阻碍解放军对他们的进一步精准打击 而对于解放军而言 拿下968高地是打开反攻老山的入口 所以这次的战役 不仅仅是现场直播的模范战 还是一场毕生战 而为了能够完成首次的拔点任务 为后期的作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解放军提前三个月 就开始对越军的情况进行摩擦工作 对他们的火力点位 屯兵洞 堡垒 猫尔洞 交通豪等都侦查得一清二楚 并且为了让战士们方便记忆 他们还为这些地方编了号码 在进攻的时候 只需要说出编号 大家就明白 到底是向哪个地方进行精准打击 原定计划是在10月8日的时候 发起作战行动 但是由于当时的天气雾气很重 能见度低 并不利于作战 所以就将计划改在了10月14日 选在这一天 可能越军都有些难以置信 因为深受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 越南人也非常了解 似在中国民俗文化里同死 并不太吉利 但万万没想到解放军 竟然会选择14号这一天进攻 而解放军理解的1014就是 只要你敢动 我就让你死 战争打响之后 解放军战士们凭借自己的一枪热血 将968高地的控制权拿到了手上 当时突击队一共歼灭敌人87人 伤敌28人 还俘虏了两人 而炮兵方面火力也很充足 共歼灭敌人187人 但解放军战士也有22人牺牲在了这里 在拿下968高地之后 特攻武连接到了迅速撤回的命令 可伤员实在太多 山石又非常陡峭 加上时不时还有越军的火炮偷袭 所以特攻武连的连长 让各牌的牌长先行带着伤员下山 他来断后 但大家却因为这件事情而起了争执 因为战士们认为 连长才是最需要保护的人 他们都不愿意让他们的连长 留在这么危险的境地 而连长则认为 他的队员们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他们的付出 968高地也插不上那面鲜艳的红旗 最后两厢争执不下 连长便说 我在这里关最大 你们都必须听我的安排 所谓关大一级压死人 这才快速地平息了这场争执 就这样 一排和二排的排长 一步三回头地带着伤员们下了山 这就是解放军的军魂 在他们的心里 战友永远比自己更重要 这不是平时喊的口号 而是真真实实的行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